有鉴于长者使用四轮电动车造成交通事故 经过分析发生时段大部分都是在夜间 并且以高龄行人受影响最大 先议员张怀文汉秀峰派出所 丰田派出所的所长也特别来到社区 致政了高龄长辈反光背心 提高电动车的能见度 以警示路上车辆驾驶要随时注意闪避 有感于成婚晚间时段 常见年长者行驶四轮电动车 行进暗向以及树荫遮蔽的路段 照明不足增加意外风险 为提高电动车能见度 以警示车辆驾驶随时注意闪避 县议员张怀文及辖区派出所所长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 特地来到社区为年长者装设电动车反光背心 这里 这里 往上的 这个 按一下 这个就会亮 晚上会亮 谢谢 这个 一直都要拜个 安全 小平安全 因为这个广光背心在晚上会发光 对我们这些老人家在夜间行车 那能够提高他的能见度 让后面的开车的驾驶人能够提前注意缓运 避免发生这些汗事 所以说我们感谢我们张预言的大力支持 来让我们分发给我们辖内的这些 比较上了年纪的阿公跟阿伯 让他们能够提高加强他们的安全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也表示 挂设反光背心能够提高电动车能见度及辨识度 以提高年长者的行车安全 也可以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 我们行动不便的长辈 我们一起来关心他 顺便一方面要宣导我们交通的安全 二方面我们赠送我们的长辈 这个反光背心 那么我们在道路上面 乡间小路 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辈 非常的危险 骑着我们的电动式轮车 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 因为有时候辨识度没有很高 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 还有夜晚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次赠送的反光背心 是比较新型的 在夜间也有LED的闪光灯 可以更清楚的 辨识我们的长辈的位置 那也提醒用路人 要特别注意我们有骑四轮车的长辈 要特别给他们关怀 辖区派出所所长也指出 反光背心给年长者 呼吁清晨与傍晚出门的长辈 尽量能够穿着明亮颜色的服饰 在过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外 对于路口的交通耗制变换时 停看厅 以及尽量靠路间行驶 才能够安全的出门 平安的回家 我们在此呼吁 那个一般道路用路人 就是看到电动辅助自行车的时候 尽量就是保持安全距离 因为我们长者 他们有时候就是 行进路口的时候 他们的转弯或者是执行 他们的动作会比较不顺畅 所以我们是建议我们用路人 在路口时 行进路口时看到我们电动辅助四轮车 我们是希望是说 那个保持着安全距离 尽量就先优先力量这些老人行驶 县议员张怀文也表示 有鉴于乡下地区人口逐渐高龄化 在道路上常看见长者驾驶电动代步车 但代步车的车体防护不足 成为交通安全的隐忧 反光背心可套用在电动车背 希望守护长者的行车安全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导 收封箱采访报导